走嘞 請坐 各位學員請你們用這個做 這個待續 美國用經濟米粉藥GDP 暗算中國這批文書 我們上課 有幾十次 我都說中國 這裡不對 這裡不好 但是 在我們臺灣 中華民國的媒體 現在就說中國很強 中國很好的 中國非常了不起 所以驚立這個課 我特別 要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空軍 上校 叫做待續這個人 他的演講過 變成文書 這個文書 是美國的CIA 交給我 他說這批文書 可以做你們最好的告知 你們最好的資料 所以今天 我要用一切合的時間 大家來共同 來研究這批文書 因為這批文書 是中國人所寫的 所以我要用他們的議員 北京議員 來託這批文書 然後來說明 這個文書裡面 他所寫的意思 到底是什麼東西 現在沒有這批文書 沒有這批文書 請你拿手看看 有沒有 沒有這批文書 沒有嗎 來你把它分一下 哪有三個 三位 三位 四位四位 好來 我們看 聽沒北京議會請你拿手 國民黨教學成功 你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真的假的 這樣嗎 這樣嗎 這樣 這樣要怎樣 八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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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現在叫你 阿阿聽哩一下 來 我們來看這批文書 美國 不僅僅是對 中國 中國 構築一個靜態的 西製型 戰略 包圍圈 就完事 這今天 在張的這個 頭疾結構 我們的 副主席 有跟大家介紹 西製型的包圍 是什麼樣的包圍 為韓國 日本 琉球 台灣 菲律賓 東南亞 越南 這裡 一個包圍 這是西製型 對中國 一個包圍 美國 對中國 是 硬圍堵 對蘇聯 是 軟腳殺 兩個都是你圍堵 蘇聯 當時去美國 把它創去 就是都用這套 他現在 美國同樣用這套 在包圍中國 萬人在哪裡 待會你看 這是中國人自己寫的 這批文書 不是我們寫的 這是中國人的 那個 空軍的上校 他自己寫的 兩戰 我們令前結束以後 美國對中國 俄國的大戰略 剛好反過來 美國對俄羅斯是 硬圍堵 對中國採取軟腳殺 第一 它是經濟掏空 那這個 中國的28個產業 美國已經控制21 這是最根本 最省事的 釜底抽薪 多少年來 當中國 沉迷於GDP 數字 和外貿 進口 額的時候 美國 卻一直在 隱密的 實施著 針對中國 經濟掏空 戰略 美國 借中國的錢 再 投到 中國 消滅 中國的名牌 控制 中國的 礦產 入股 中國的銀行 炒 中國的股市 是樓市 但是 美國卻 不允許中國 購買美國的企業 不出售 給中國 高技術 和武器 只許 中國大量金錢 買美國的 國債 國債 不是 所謂的國債 定義是存款 所謂的國債 等於是存款 你知道 本來 剛開始的時候是金援 金援 時代 什麼叫金援 就是黃金 你這個國家 你有多少黃金的儲量 你這裡可以印多少鈔票 但是在1970年的左右 美國開始選擇改變 他說 沒有你把你關黃金的儲量 用美金 所以美國用美金 因為美金是全世界都通用的貨幣 所以你看看美國用美金 控制之後就全世界所有的經濟 你把它看就知道 當美國他說他的經濟 在崩盤 他的經濟不好的時候 美金有貶值 沒有 但是其他的國家 如果經濟崩盤 他當地貨幣 馬上馬上就貶值 這是美國厲害的地方 所以 他這個待遇吃得很好 他說 技術就是借錢給美國 供美國循環用於掏空中國 這方面的事情不勝枚舉 可以參考北京財經大學教授李秉言 在北京大學幾年前的一個講座 外資并購與我國產業安全 我新華出版社出版 我的《盛世狼煙》中寫到 美國一邊火上郊遊 鼓勵中國發展房地產 一邊陰謀暗算中國的戰略產業 比如 證送二手的波音707 裝潢賣客賣到飛機為誘餌 當然還有可能收買見底的方式 高使中國的大飛機運時 然後他們的飛機全部佔領中國市場 再比如 他用中國的火箭發射美國的衛星 一上天就爆炸 毀壞中國戰略火箭的聲譽 他拿保險金走了 可是衛星發射以前 以保密為理由不讓我們看 誰知道他是衛星還是炸彈 這方面的例子太多 總而言之 他就讓你一隻長肉不長骨頭 因為只有肉以後可以吃 你有了骨頭以後就有力量 就可能吃不著 你們看有意思嗎 你們看有嗎 你知道鄉海北京的冰雪山現在大跌嗎 跌得會嚇死人 就比较多 我今天 六四一後 我在中國有島主 你們知道我從中國抄襲回來 我有四間學校在中國 啊 要知道我就不用去學校 我就去買冰雪山就好了 我買冰雪山現在不買 我沒有站在這裡 我非常好爬起來 所以你知道現在中國就好費 讓我抄襲回來 他們說 他跟我抄襲四間學校 我跟他換一個台灣 他們的網上說 所以他們的網軍說 他們說中國的政府 都不會做生理 四間學校換一個台灣 不錯 我走回來你 我走回來你 你們拍手我不接受 因為 中國說 中國跟我說 因為我在想 總有一天 台灣民進府 如果這個政權以後 我要用台灣民進府的名義 拖幾度回來 那時候你要 替我出來嗎 沒有 對嗎 沒有 這樣也比較有良心 我賺很多錢 那時候 我六七億 差不多五千萬的代表 喂 二十年了 那現在 我說 藍是這樣 我可能也會去研究 所以都這 鐵主堂 鐵怎麼會知道 我這樣很好爬 很好爬 過著無憂無力的生活 走到回來後 沒錢 這裡去研究健全法 其實不是研究 那是我的本行 我也要討論自己 我讀健全法 不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 得到那個博士的 榮耀 因為在日本 你讀健全法的時候 博士學位 比較好拿 因為那方面的教授比較少 我比較省時間 我只知道 拿回來後 本來 博士學位去 博士學位去博士 是沒有飯好吃的 全世界 沒有人 一天到沒有在博士 我博士後回來 去中國辦學校 其實我的學校是 由幽地坑和 研究所都有 一連貫 所以我坦白說 我自己辦學校 我要拿幾個博士都可以 我當市長 我要拿博士沒辦法嗎 什麼人家沒辦法 對不對 我那幾個博士都沒有問題 但是 中國那時候 我就辦得太成功了 我那時候 醫學學校 竟然我可以 一間學校 在前一年 就把四個 北大和清華 中國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學校 沒有辦法考上北大和清華 所以我的學生小孩 頭幾年 畢業生都可以考上北大清華 北大清華 北大清華為了這個才會開花 這間校是 什麼樣的校 成都家好 實驗學校 民辦 因為中國都叫民辦 市民辦 我這間學校不容易 其實 我有用方法 我用什麼方法 你知道嗎 我跟妳講好嗎 好 好 好 你也要去辦 你也要去辦 因為我在台灣 我才辦保持班 我二十八歲就做保持班的老闆 以前的保持班很好賺 我現在沒在怕國娜家 國娜就不怕 因為我沒在辦 我辦保持班 用那套保持班的教養的方式去辦學校 絕對成功 再來 四川有八十八貧困獻 省平和國平 當然四川有一兩百的官 八十八的官是金山 我跟他們說 你們第一名的學生 可以送來我的學校 讀五中三年 不用錢 不用宿社會 第一名的小孩 大家也賣 第一名的年輕人 來我的學校 這些小孩 我跟妳講 這是我們台灣也沒得好看 每天要做什麼 一切而已 因為我學校剛開始的時候 剛在辦的時候 學校甚至暗時沒有電費 有什麼東西 月亮的光 我真的看那個小孩 這樣去訪 三年在我的學校 在訪職 沒有回到他們家 我還想問 妳為什麼放假都不回家 我說 我捨不得花車費 我問妳 為什麼 因為來我家 剛才三年都不用錢 現在如果招待 四年 大家的費用都花出 妳知道我如果要怎麼做 因為我在想 我可以培養一個福井頭 我就不得了 真的有可能 因為 中國的領導 一定都是 又紅又專 就是 要真 有共產的俗衆 一定 對那個共產黨 非常的忠誠 要真散 又紅又專 所以 我就在想 那一段時間 晚上 我在想 我來培養孩子 讓他去 北大廟 教青花 就可能中國人知道 我的孩子 我三千個學生孩子 我 共產黨的祖神 我的孩子 人數 比什麼人都那麼多 衝突就從那裡開始 我跟他們共產黨的組織 我跟他說 我學校的 共產黨的黨委書記 我要指定 這不行 他們生的共產黨的組織 跟他說 董事長 你不可以指定 你也不是共產黨 我說我是學校的董事長 他說不行 我說你如果不行 你如果把他選什麼人出來 你別就要解聘 解聘 解聘就像我學會做一 這樣發生衝突 就要他們妥協 在那時候 我比他更穿 怎麼穿 我有錢啊 交我班的啊 你如果不聽我的話 我解聘啊 所以他不得不 要怎樣 他說這樣 我們協調 校長讓他兼 共產黨的書記 這樣 不然一般校 書記跟校長是不一樣 書記竟然比校長更大 書記是聽他們共產黨的話 校長聽我的話 這樣怎麼可以 這樣不行 我就反對了 這樣開始衝突 衝突之後 他就開始製作什麼 假債權 我這樣說 後來一些網軍 中國那些網軍 就跟媽媽 不是跟媽媽 他說 喔這個林母母 絕對是共產黨派他來的 他自己也生意 說他後來有那個共產黨的造型 我說共產黨頭鬧 不像你那樣壞 共產黨派我來 來叫我寫文書 還給我錢 從台灣跟中國撤開 共產黨有頭鬧那樣壞嗎 現在唯一可以從 中國跟台灣撤開的論述是什麼 我們這個論述 我們這個論述真的從台灣跟中國撤開 所以共產黨 不可能去幫你支持 所以喔 現在越來越來越處理 真的我告訴你 過期的故事給你聽 再來 美元陷阱 美國突然爆發的金融危機 暴露 暴露美國金融體系混亂的同時 也突然暴露出中國所中握有1萬多億元 的債券的驚天事實 最近喔 大家這裡發言說 夭壽喔 美國經燃 那個債券喔 中國擁有1.2兆 那個美金 那那麼多耶 我告訴你喔 還在政家耶 兩年前喔 美國當時那時候八千億的時候 美國發行那個債券的時候喔 中國 財政部長出來說喔 我們不買 我們已經不買美國的債券了 美國的財政部長說什麼 你不買沒有關係我們自己買 你不買 你不買 我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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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美國 跳出來說 你不買買沒關係我自己買 他為什麼自己買 印鈔票嘛 美金已經到你印的嘛 你不記得 自己印自己買 你不買 那什麼意思 貶值 對啦 錢印越多 一定貶值嘛 所以中國跳出來說 要是喔 你們買 有八千億 你給我貶值 給你貶一塊 我就八千億起來 不要不要不要 我給你買 我給你買 買下去要還有什麼 有利息好彈 對不對 所以他說我買我買 所以 美國那些債券 越不越多 到路邊是怎樣 會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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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不會行 當時美國是欠英國 還記得沒有 獨立戰爭的時候 打一仗 英國人離開嘛 不用行 路邊還欠荷蘭 又打一仗 荷蘭又打輸 不用行 現在欠中國 要怎樣 打一仗 不用行 絕對打一仗 怎麼說呢 美國也有經濟學家說 欠了這麼多 那就打一仗吧 因為打一仗 比較升級 你聽好嗎 不行 現在中國怎樣 等一下 沒辦法 他絕對不行 等一下 會比較說 會很出貨 你看看 中國人說的 不是我說的 中國人說 你看他怎麼說 來 我想說的是 這些錢 是中國改革 開放30年的財富累積 現在大部分被美國拿去 只要 只要跳出純粹的經濟和金融視角 就可以一目了然 美國已經通過債券綁架了中國 中國無法抛售這些債券 否則只能讓這些債券 早日貶值和更大幅度貶值 美國還在威脅利誘中國 必須繼續購買美國債券 因為如果中國并不買 美國經濟不能找入負輸 這些債券仍然是一文不值 而且人民幣還要升值 影響到以出口為主的工業體系 美國說用這樣的話來威脅 嚇唬中國把錢送到美國的口袋 我看得很愛唱 我每一次讀這個代謝文章 我就笑到巴國聽到 他看得很好 人家看整個局勢看得很清楚 全世界看不清楚的人 什麼人你知道嗎 什麼人 你怎麼不敢說呢 什麼人 台灣人 真的台灣人看不清楚 中國多強 中國多少錢 那錢都寄在拼的 美國欠他的 他如果要跟美國討得到 待會兒他說給你聽 你就知道他討不得到 中國的錢被美國拿走 中國不再有錢購買技術 建立現在工業體系和發展軍備 事實上等於斷送的現代化的前景 誰都知道現代化就是工業化 沒有錢怎麼工業化呢 中國因此也沒有基本的國家安全 因為一萬多億美元 沒有展化成任何一點國防能力 美國不賣給中國軍火和高科技 歐洲也不賣 只賣給中國債券 美國拿著中國的錢 等待機會 等中國破產時 低價收購中國的資產 然後再高價剝削 中國 這就美國在玩了 所以你不能看中國多用 不用多用 過幾年你就看得出來 所以台灣的機會很好 為什麼美國不買中國的債券 為什麼不拋售黃金救美元 為什麼不出售波音公司 救他的金融機構 誰都知道 美國同時開動印鈔機 大印鈔美元 必然要導致美金大幅貶值 美國手上的美國債券 中國手上的美國債券 最後還是一文不值 只要有工業在 但有資源在 美國就一直會在軍事上 遙遙領先其他國家 別人就得繼續給他錢 他什麼也不在乎 但他牢牢抓著工業 高技術資源 英國的金融時報 網站5月20號報道說 中國掉進美元陷阱 幾乎別無選擇 只能將大部分日益增加的外匯儲備 不斷注入美國國債市場 儘管明知美國金融市場兇險 但僅3月一個月 中國直接持有的美國債券 就增加了數億元 數億美元 現在已經超過8億美元 8千億美元 繼續不得不 充當美國政府最大的債券人 這是一枚不值得驕傲的金牌 華盛頓郵報5月26日文專 以細弄的口吻說 中國出人意要的 從國際金融體系的膽怯參與者 搖身一變成為不耐煩的敲桌子者 作為國境金融體系核心的美元 一旦貶值中國政府勢必會虧錢 喂 這樣美國欠中國的錢有效嗎 會煩惱嗎 我看美國有一些學者說 美國現在欠中國欠很多錢 會賣台灣來逮葬 會不會 你看就知道 你看 他自己下來 這中國人下來 上校 差一點就少將 中國人下來 如果中國的少將 上校 不是跟他們中華民國不一樣 中華民國 四個都是少將 中將 上將 中國是很少 他雖然兩百五十萬的軍隊 很少 所以他一個上校可以寫這個 寫什麼文章 國國國國這個待遜 會給中國抖起來 絕對抖起來 對不對 他說我們現在的事情也經常說 不要說 還說一說 還給美國CIA拿去林志生 在民進府在播放 夭壽 所以 各位 我們已經害了待遜 所以他如果來 我們來給他歡迎他來 我們給大家演講 你看 好 好 你會害 你跟我講好 你有沒有說不好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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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在想說 我們在上課 試探台灣人的心態 從這裡看就知道 來 過來 第二頁 所以中國想方設法檢討美元貶值風險 最牢靠的方法是 停止購入太多美國國債 但這將使人民幣升值 從而加劇出口困境 所以中國千方百計的尋找能夠走出美元的陷阱 而不會堆高人民幣的方法 他希望以更多的通道 以更多的通過人民幣的結算 想以此逃離美國陷阱 這就有些可笑了 就好比老虎機邊的賭徒 絕望的增加賭注 使損失越加慘重 你知道他中國怎麼做嗎 他說好 我美金我賣了 我來買歐元 歐元倒去 你們知道都知道嗎 歐元倒去對不對 可能 現在逼不得已了 這兩年了 他乖乖又來買美金 以前是義務義務 就是說我生產這些東西 你生產那些東西 我這些東西賣給你 要交換那些東西 美國人很聰明 比如說不用那麻煩 我就印美金嘛 美金是全世界通用的 我現在買美金 我沒有錢給你 我沒有美金給你 沒關係我給你美金 這中國人很愛儲蓄 中國人像那些什麼 有一種的動文 很愛儲蓄的你知道嗎 就是說所有東西不敢吃 拿來藏的藏的藏的藏 越藏越多 現在藏美金 他沒想到那個美金是怎樣 是人印的 美金雖然是美金 定義是什麼 抓 印上彩色的紙 用印上彩色的紙給你買 買到現在它怎樣 1.2兆 1.2兆 這麼多了 有效嗎 後面他就說 中國也要避免 這樣就不算 我要行李 我要替你換東西 還是要賣掉 等一下 你不能賣 欸 你欠這些人怎麼歪賣 所以後面說幾個月 我處理 那個副總統去中國的時候 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中國人跟他說 你美國 美國老大哥 你就要保障我這些 在財務的安全性 你說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這些財務 就像我肚子裡面的一塊肉 我會好好保護他 肚子裡面的肉 有沒有聽錯 肚子裡面的肉 你會把它挖出來嗎 如果行李就什麼 曬啊 你不要 你聽不懂 我肚子裡面的東西 我如果行李放出來是什麼 大便 欠那個錢 變成狗屎 啊不就是狗屁 所以這個待續 寫得不夠好 我有在想 我的問題 如果這麼幽默就好了 我寫得這麼幽默 台灣人來看就比較簡單了解 我要學習 在美國 在伊拉克 和阿富汗陷入戰爭困境的時候 美國的戰略家們 也為中國設計了一個金融陷阱 當年 美國整蘇聯的時候 曾經設計了一個 軍備競賽的大戰略 又使蘇聯把錢都變成黑呼呼的核武器 蘇聯光核潛艇就造了300多艘 氰彈到了1億噸的量 核彈頭幾萬枚最有名的是 星際大戰計劃 最後弄死了蘇聯經濟 我們剛才開口的時候 我們的副主席 跟我們說就說這個 蘇聯這樣哭了 蘇聯那時候 美國很聰明 他經濟大戰 他經常在放風聲 他跌風聲 我又發現了 什麼死光 什麼蛙光 現在蘇聯就怎麼 就對 研究東西要花錢 在哪裡對到最後 他不會動 垮掉 蘇聯解體 就是從這裡來 現在美國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 讓中國解體 我感覺也解體 所以我們在台灣 放什麼等 你看得到我沒騙 美國頭腦很好 但是美國只怕我們 現在還無法判斷 這是金融危機 是不是美國的戰略家設計的 但我一直很懷疑 為什麼別的國家發生金融危機 都是自己的貨幣一文不值 為什麼美國發生金融危機 美元卻不貶值 奇怪 奇怪 我把這個疑問 發在上海的新民週刊上 一切重大的歷史真相 都是國家最高機密 美國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的韜光養晦 地球人都知道 美國的真實意圖 永遠不會有人知道 美國真的在做什麼 沒有人知道 你看 全世界跟人在罵美國 美國從來不回應 有的人說 有的人說 這個人在空襲那個旁邊 空襲那個市貿大廈的時候 有人說 美國你自己做的 美國不回應 所以我 我也去學美國你知道嗎 所有人你幫我買 我都不回應 不回應是正確的 因為美國這麼大 我要做什麼 我何必就去回應 一樣啊 我現在也算很大 有人去顧美國嗎 沒有 全世界給我一個 所以我現在也很大 我也一樣 我不回應 但是呢 我一直走 這不用拍手 這我自己知道 我如果不知道 我在做什麼 我非常清楚 我希望大家 我對你走 啊對好調 啊對好調 有聽到嗎 有 有 要聽 再來 不管是不是 美國故意製造的金融危機 可以肯定的是 美國將利用這次金融危機 全面洗劫中國財富 徹底遏制中國的發展勢頭 伊拉克戰爭前 石油市一桶25美元 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後 石油價格 被推高為140元美元一桶 我們在那個價位 開始戰略儲備 我們要知道 世界很多大石油公司 都在美國人手上 而且石油是用美軍 美元結算的 價格高 美國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彌補他自己的損失 中國的損失從哪裡彌補 但是美國沒有料到的是 俄羅斯趁機起來了 因為它是石油輸出國 美國一看 這不是養虎為貨嗎 於是又開始打壓 正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我在2004年就看到美國 絕對不會攻打伊朗 當時俄羅斯連續給伊朗先進武器 向基諾美國開戰 因為那樣石油會長成200元一桶 俄羅斯會加速復興 但是美國人沒有上當 不僅打伊朗 從伊拉克準備 都準備撤軍了 各位 這個所在我要跟你說一個項目 美國真的 向世界對一個國家 淨口的石油最多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對 加拿大 第一名是由加拿大 第二名為對 墨西哥 第三名為對 沙烏地阿拉伯 照理你來說 美國可以怎樣 去打加拿大就好了 打下去 油說倒下去 就油就來了 美國去打 伊朗 坦白說也不完全是因為石油的關係 因為美國的戰略 他不容許伊拉克變作共產國家 變作該於敵對 所以我們想說 你美國這樣四處去撤罪別人 其實不一定 因為他的戰略考量 美國表面上看的 對台灣 對中國國民黨 對這個中華民國很好 不一定 世紀夠了 他就收回來 現在世紀夠了 我認為 我們跟中華民國比起來 民政府跟中華民國比起來 當然啦 我們是絕對 不會變成一個共產國家 我可以跟美國保證 跟我們大家保證 我們不會變成共產國家 但是呢 我要要求美國就是說 你要注重我的人權 我台灣沒有人權 我生活在政治戀獄裡面 所以我是一直跟美國說 我反映你占領 我們各位有反映美國占領 沒有 有 比較大聲的啦 讓他聽 有嗎 有 對啦 占領很好 抗你 你知道嗎 這是台灣人很愛 不用交水 台灣人不用交水 開心 不用買武器 開心 港口都做給美軍 開心 好 台灣人 這是台灣人最愛 但是中國人利用我們啊 我們現在不給他利用 所以你看看 這中國人自己寫 我說一次 中國人寫的 不是我寫的 中國人寫的 打壓石油價格 肯定有利於中國 但是 美國有辦法 讓中國獲利的部分 跑到美國的手裡 美國一直哄著中國 繼續買他的債券 一邊又居心叵測的 在中國周邊和國內製造麻煩 從直接的動機上說 在中國周邊製造動盪 乃至誘發戰爭 是想中國陷入四面楚歌 與外敵發生對抗 或引起國內衝突 從而達到未冤區 把中國資金改到美國去 不僅把外國投資在中國的資金趕走 還把中國自己的資金也趕走 也就是說 中國只買美國債券還不夠 美國還要把中國所有的財富和未來也要拿去 只不過用的手段 格外隱秘就是 這樣 既救了當下的美國 又毀了中國的未來 除去欣浮之患 此舉 用比軍事競在 拖垮蘇聯更高一籌 我們要清楚並記住這一點 二十一世紀以來的第一個十年發生的事 將會影響未來五十年 乃至於更久 他這篇文章 你要知道 都不說台灣 一粒粒而已 因為我告訴你 我感覺說 這些中國的軍人 也已經知道說 台灣不是熟中國的 我研究建政法以後 李政委那段有跟我說一句話 2005年的時候 他說 現在也開始在研究建政法 中華民國的三軍 我告訴你 有一次我寫這個 第一尺 第二尺 他跟我說 拜託你來 中華民國三軍 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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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拜託你 減不到路 我要消費中華民國 你叫我去幫你減高 我說你減高 我說這樣 我沒有開門去減 你去買我的減就好了 路面真的去買 去高雄那時候 我們高雄那些人都知道 有去高雄買很多 買幾百本我會找 那時候他買兩本 在那 第一本的台美關心關鍵報告 第二本的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的台灣 買那兩本 路面第三本 第四本 有買不買我不知道 但是我記得 我的時候都買得很好 但是 什麼人買到我都告訴你 你怎麼買 有嗎 不要這樣買 你三文字不買我知道 我告訴你 你真的要買 你怎麼 只要 賣中國人那裡 只要這樣聽兩天 就要來做專家 要看一下好不好 拜託的啦 當然買菜要錢 我知道 但是你浪費 你吃分也要錢 我們現在 我們吃分的所在 有固定的所在 不要亂來吃 我們吃分的所在 在哪裡 我們都在頭前問 不可以 命問 現在吃分的人 是什麼 弱勢族群 吃分的人 大家都討厭 所以 但是我們也讓你吃分 我們在旁邊 還有創一個煙灰缸 那煙灰缸很漂亮 你不能頭帶去 在旁邊 邊門 不要頭前問 頭前問 在那裡過路的人 看到美國國旗 還在那裡吃分 拜託 在旁邊 好不好 你沒吃分的你好 來過來 第二 外交 勘治大陸 大挖中國的盟國 全面孤立中國 就像吃螃蟹一樣 一根一根的 掰斷中國的腿 東南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美國是東南亞的敵人 中國是東南亞的戰略後方 特別是越南 中國對他有救命之恩 這個越南 對那時犧牲的越南中國烈士 數的墓碑 都稱為世代感恩碑 現在東南亞基本上 成為美國的政治屬地 越南是清美的程度 遠超過清華 這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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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數學的事情 知不知道 本來是 這後面我老是 他說 由於國際政治上 生態的變化 中國失去了很多真正的朋友 有人今天還說 中國的朋友騙天下 把有外交關係的等同是朋友 這不是自欺欺人嗎 中國真正能稱為朋友的 就是身邊的三顆小衛星 朝鮮緬甸跟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但是美國現在大玩陰謀 要摘走中國的三顆小衛星 也就是掰斷中國剩下的三個螃蟹腿 你知道中國人很厲害吃螃蟹 你知道嗎 那個大甲蟹 他怎麼吃你知道嗎 因為我沒有在中國 大甲蟹他怎麼吃你知道嗎 大甲蟹端出來 那個螃蟹的腿 一隻一隻把它抬 來要瘦瘦的 再把它放回去 好好啊 抬一隻 再瘦瘦的 再把它放回去 吃後看起來 好像沒人吃一樣 還有一隻螃蟹 美國和中國 他開始吃螃蟹啦 他開始吃螃蟹啦 當然他 所有的國家 都和美國現在是門幫 和外人就跟他很好 你怎麼會這樣 美國現在有錢啊 你那個錢 要美金對不對 我家有 我自己贏給你 現在朝鮮 朝鮮 現在金正恩 我們要公布一個 金正恩看起來 好像 朝鮮的內部 綁架 他有一張照片 你不要注意 給我看 兩邊 一個男子 一個女子 站在旁邊 兩邊 都站在他們的高層 好奇怪 金正恩 你如果那裡那麼大 你的旁邊 都要站一個女子 一個女子 一個女子 吉他都是將軍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那個相片不是假的 所以金正恩很主席 你是不是要我們綁票還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但是 共產國家 尤其是朝鮮 10萬 現在是中國跟美國 什麼人生疾 現在中國真的打到剃榜 要怎麼都不知道 緬甸 翁山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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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派代表 跟我們民進府接觸 翁山主機 這邊 現在有那個訪問 你會記得嗎 也扳掉 巴基斯坦不用說 美國也扳掉 中國現在要給朋友 沒有朋友 中國人敢來 台灣人 利用什麼人 利用台灣人 利用台灣人 嚇台灣人 喔 中國多強 美國欠了很多錢 要讓台灣賣掉 要跟他們換 大家相信 你如果討論一下 後來再跟你說 等下看 你自己去看 這不是我生 戴婿生 中國人生 會換嗎 換一個我高利 要換換什麼 欠你錢 印鈔票給你賣嗎 中國總是說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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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不用還 待會兒你再討論 你就知道 不必行 由於國際政治生態的變化 中國失去了很多真正的朋友 有人 今天還說 中國的朋友 這塊疊過了 我疊得都不記得 你都沒看 你不要跟我講 你有潘心 來 朝鮮 朝鮮與中國的關係 近人皆知 用鮮血和生命 凝成的戰鬥友誼 很會寫文章 用鮮血和生命 凝成的戰鬥友誼 我不會寫這塊的文章 坦白說 所以我 表現說這筆文章不是我寫的 他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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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像朝鮮半島形式上 是世界上最緊張 在背後就有 美國的戰略陰謀 美國發現 朝鮮是中國周邊唯一 他無法插足的地方 但朝鮮一再胡鬧 根本的目的在於 要和美國直接發展關係 以延續政權生存 有看透這一個底牌 美國於是設局 讓中國為他火中取力 他不斷的刺激朝鮮 讓朝鮮拼命發展核武 嚇唬日本和韓國 繼續抱緊美國大腿 同時在國際上 損害中國的威信 製造中國無力控制朝鮮的事實 同時激怒中國制裁朝鮮 因為朝鮮擁有核武器 中國也將受威脅 一旦中國對朝鮮的朝鮮動作過大 就會把朝鮮推向美國 美國就會順勢在中國的陸地出口上 堵上一塊石頭 所以美國現在對朝鮮和危機感 一點都沒有危機感 美國真的沒有你怕朝鮮 我待會我說明給你聽你就知道 他在靜觀 以其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辦法 掌控全部的朝鮮半島 再加上日本美國針對中國戰略 橋頭堡和戰略預備隊的實力 就厚實得多 這同時也可以用來對付俄羅斯 以測驗他在中亞戰略的 東進戰略 如果我們再不再有所作為 朝鮮倒向美國是必然的 而且會很快 所以我判斷在西藏新疆之後 東北沿邊會成為中國下一個動盪地區 只要美國控制了這一個地區 美國一定會製造大規模的動盪 我們聯想314375事件的外因就知道 314是西藏的暴動 75是新疆發生的暴動 緬甸是毛澤東時代為中國經營下來的戰略資產 但是前幾天 緬甸軍政府突然對華人自治區大動干戈 學習國感 這是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有兩個事件與此有關 一是不久前 緬甸以國家元首的規格 加接待的美國參議員吉姆尾布 二是中國已經籌劃4年多的緬甸油氣管線 本月動工 中國修這條管線可以可部分擺脫馬六甲海峽的困境 但是現在這裡突然打起來了 而且首先是華人自治區 緬甸是中國西南重慶成都和昆明三角地方的出海口 打空這個點就可以避開馬六甲海峽 節省3000公里的海路 馬六甲最窄的地方不過是3公里 一挺機關槍就可以封鎖 現在在美國控制下 這也是中國通向印度洋最便捷的通道 中國與非洲、歐洲、中東的貿易 大部分都是走印度洋 而印度還處心俱立 要印度洋沿上找中國的麻煩 緬甸的出海口 對中國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正因為如此 美國不宜予以封鎖 環球財經引述一位學者的話 緬甸軍政府事實上 對中國也不信任 他現在對中國好 是因為被西方制裁的他別無選擇 只要一有機會 緬甸就會利用印度洋、東盟平衡中國 如果美國和西方對他露出笑臉 他馬上會鋪紅地毯的歡迎他們 現在美國為了牽制中國 對他伸出了手 國感的地區的領導人彭佳生說 緬甸軍政府很想和美國、印度 一些歐洲國家 特別是美國發展關係 軍政府急於要證明自己不是中國支持的傀儡 所以就是軍政府現在國感 軍政府單挑國感痛下沙頭的原因 同時也是中國政府的反應 這些文章 你說的是東南亞的事情 美國在這個地方 他不是說他不用用很大的力 他就主動會鋪紅色 現在中國在南海 你跟越南在搶聲 其實我跟你說 現時會發生建政的地方 最大的在南海 我估計 南海早晚 小型的戰爭一定會發生 一定的 再來一個地方 就是在朝鮮 美國一直希望動手 但是韓國人不願意 英國 Mitwynmark 至少和日本說 你持手 你多撞 你一撞 因為什麼人持手 什麼人找人的境界就要引進去 你支手讓經濟 全部建立去 貴五零十二十年 所以什麼人都沒必動手 因為都不能動手 落到要不要 美國會自己動手 我們沒有武器 不用煩惱 台灣民政府不動手 动法律 我们有法律 所以他记得 法律是比母亲更强的 一个母亲 你不要真的要 真的动刀动枪 动法律就好 法律是美国人定的 你自己定的你自己遵守 所以 我们现在是动不动 就够够 动不动就够够 够够够够他就要来说 好了不要够了不要够了 你心情我给你 不错 巴基斯坦 由于阿富汗战争美国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巴基斯坦 美国控制巴基斯坦有战略上的双重用益 一是抓住伊斯兰 伊斯兰世界的龙头 因为巴基斯坦是 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内心里 相信文明冲突的 美国人 是对这个地方是不会放心的 怕这些核武器 在伊斯兰世界 扩散 那 西方世界 就乱了套 所以 反恐一刚开始 先进入巴基斯坦 把联军的 后勤基地 放在 巴国 实际上 就是 变相的占领 巴基斯坦 对于中国 等于是 自己的邻国 在战略上 以基本失去 可以依赖 的价值 中国 原件的 可以直接 出印度洋的 瓜德 瓜德尔港 处在美国 飞机的威胁下 就是例子 那是中国 可以避态印度洋的 印度洋印度的 勘治的地方 在现在 很麻烦 至于美国在非洲和其他地方 围堵中国的事情 就不用说了 看看这个地方 各位 你还要怕中国吗 你怕不怕中国 一点都不用怕 美国 替你作为兵 躲得很好 但是 我们现在都 那个西中国 马英九 那个集团 都把你赶 赶你赶 中国人 台湾人就很怕死 日本人 把台湾人的 構成说得很清楚 怕死 爱质 爱做官 全世界台湾也怕死 什么人不爱质 你没质就不能生亡 爱做官 那也是台湾人的 得点 中国散步 给你放一家 积务给你 中国人 台湾人就唱得要害 大胆都 他们自己 中国人去做 没法看 第五众队 中心 开发 开发外部包围 中心开发 继 西藏之后 新疆的大动乱 一夜之间 伤亡一千多人 李登辉再次 窜逃到日本 大放绝食 达赖 访问台湾 热比亚 到 澳大利亚 和日本 民运分子从台湾跑到 达赖大 大本营 这些事件 我们孤立的 看到 看作三个势力 实际上背后 都是美国在操控的 我跟你说 我们这边12月21号 去日本 到12月23号 现在中国是 只有 孔庆都在香港说 不用多久 中国的文章开始会骂 现在外来说 我们是一小撮 台独分子 跑去 要跟日本统一 这种画 黎明就会出现 跟日本统一是怎样 法律是怎样 你若不介意 你中国去 选日本剩下 所以 台湾这么年少 如果真正自己健康 危险 我们天皇说 我们就要 拜托的美国 你英文来给它占领 你英文来给它保护 保护 和日本的天皇很好 日本的好处要给台湾 所以 你看这边日本的三一日 台湾出来一只给日本 你有怕到吗 大家都怕到 夭壽 那是 几百亿的 台湾的钱 给日本 日本人 也没收到 我跟日本说 你们家里面 你当年 放杀台湾 明明台湾就已经是你日本的娘子了 你把他们放杀 你虽然你 有那个 海啸 台湾 台湾人也是同样对你这么好 所以你要看 中华明官媒体 他在反日和反美 反日是什么 那个既然是孙季 你 你把他放杀台湾 你把他放杀台湾 跟日本人打我 我们说用行为 全世界怎么会没有 喝酒喝喝的 烧帕的 开心才来说 不要说烧帕 很小的事情 他在每天都给你下一个星期 这个鼓动台湾人 反日 牛肉 在欧盟反对美国进口牛肉 WTO 对欧盟采取处罚 因为世界上没人说 牛肉 有瘦肉精 不可以吃 我问你 你吃 你一天有吃 五牛的 牛肉吗 有没有 我听你吃一嘴而已 我跟你说 我知道你没吃 有人没吃 但是你就有吃 你不可能 每天你吃五牛以上 五牛是一粒粒的 拜托 你有每天你吃牛肉 不可能 但是 如果有瘦肉精的肉 吃到会怎样 你没可能吃那样多 我跟你说 美国人 都在吃 我们不可以吃 很简单嘛 我们有 其实我告诉你 AIT 农业 有跟我们总理记贵 他说你的意见 你民政会意见怎么样 总理有跟他说 很简单啊 我给你政靠啊 让老百姓自己去决定 但是 警官给你标识 所以马云基你说的 其实 我们总理 蔡总理说的 我给你标识清楚就好了 10个PPBA 以下 以下 不要超过 你若正靠 你要吃的 你可以吃的 也不可以说 没有瘦肉精的 你要吃的 也可以 但是价钱不一样 你如果管你吃什么 你吃什么就好了 真的瘦肉精吃到会怎样吗 我给你说 不要骗 那些鸡肉 打荷尔蒙的 过得多 显主席 那些青菜 撒农药的 过得多 那真正吃的事都不知道 吃不了事 绝绝反对 反美 他也在知道 我们民政府 把这个鸡肉走下去 就是什么 要求美国 军事政府 大家反对 美国不能进来 美国人进来会强奸 1945年 他刚才建设的时候 所扮的方向就是这个 美国如果在台湾 妇女都会遭殃 其实 这是关心在对你 你知道吗 两边文化不一样 你以前故意说 去酒吧 我不会去 他酒吧有一个习惯 你如果女儿 接受那个女儿的 请他喝酒 在美国人 他觉得 你同意跟他怎么样 这在台湾不一样 文化不同 你知道吗 美国的社会是 这在美国人 到我说的时候 东方这些民众会去买春 就是开籍 去买女子 这是东方民族的做事 西方民族不一样 西方民族是什么 是女子的 女子的 你看电影就知道 完全不同形态 所以如果真的要美军一脚 双方的文化习惯 当然美军要把他搞得好 我台湾人的女儿 接受你喝一杯的饮料 表示要跟你怎样 这是双方的民族不一样的感情 在表达 所以日本跟韩国发情真的就是这样 动不动 你不要去酒吧就好了 去酒吧就觉得你女生也好 可能有所意图 不然你想找一个美国的男朋友 所以其中一个将来 我们的一点要注意 就是说 拜美军美食的时候 我们印一些宣传品 让我们台湾的所有的 这些女子的同胞 要让你们知道美国人的这些习惯 还是他们的文化 要让你知道 这样就不会出事情了 这是附带的 来 再来 Rice是以前那位女子的国务卿 为什么当初一定要把热别牙接到美国 这就是让他搞乱新疆 因为其他地区都有头 新疆还没有 搞乱新疆的目的 短期还是能源通道 那里是西汽东苏的起点 长远的就是以后枝节中国做准备 中国总共有三条陆地能源的通道 第一是新疆 一是靠近朝鲜的东部 另外一个是缅甸 还有一个准备用的巴基斯坦 这几个点目前都是美国针对中国战略重地 目的就是掐住中国的喉咙 海上太平洋已经快被 已经被美日控制 印度洋上又有美印 基本上海陆已经被封死 陆地上再被锁住 中国将被饿死 在快要啃光的大陆上 这个这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基本困兽战略 美国不会直接开大军像朝鲜战争一样 和中国大战 他将会中国困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这就是美国的策略 我告诉你 美国有跟我说 美国国安说 他说 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苏联跟美国智慧说 现在文化大革命 我们来到中国 将中国的核子武器摧毁 将中国占领 以前脆弱 美国说 不可以 因为他知道 万一中国人去给苏联 检去 抗击去 这样害了 苏联绝对有辦法利用这些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是 可以说 很勤劳的一个民众 像西州 你看看 大清帝国 万洲人 这几千人 就抗击全中国 苏联绝对很快的时间 他就抗击这个中国 中国人 真的汉人统治汉人 没 中国人是 去用董做什么 生产器具 中国人 你说郭台铭 他真的是血汉工厂 我跟你说 如果我们一个电池三聘 100块 账定定位100块 0.5毛钱 0.5元 这是郭台铭拿的 郭台铭有100万以上的工人 但100万 有0.5元 已经是很多 数量是怕死人 但是我自己说 我直接做一个预测给你听 郭台铭扎万要倒 我没有骗 你如果郭台铭 你注意我没有骗 渣完 郭台铭最近也很严重 他在找其他的投资管道 为什么要找其他的投资管道 因为他自己心里有所 你知道 所有的山寨鸡 都什么人在做 如果现在说大陆 要发质 中国 都是中国在做 什么人在后面 你知道 高杆 很多人去中国 买山寨鸡 山寨鸡 高杆在后面 对一斤鸡牛出来 郭台铭的公司出来了 你想一般的公司 可以做那些精美 郭台铭的公司自己做 所以他早晚他出事 我没有骗 早晚 如果出事 就很好说 他的早无路 真的他的早无路 当然 郭台铭也是中国人 医官来 太太才才是台湾人 嫁人人 郭台铭本来没钱 他带太太台湾人 好贵人的女儿 有钱 所以 你有听 郭台铭还没结婚的意见 有了 那种感觉小狗 你做女妇去 跳一个舞 一两千万 就送给人 哇 好像小狗 那像中国人做得出来而已 郭台铭他母 那天 第一个母要过世的时候 他都不去看他 他的家庭有 他攻击 说他没情 他都不去看他 他不去看他 郭台铭 和他大母亲的那些小狗 有在哪里 没有了 到你的照顾 没有了 所以 有时候想说 中国人和台湾人结婚 有整个幸福 因为台湾人去带中国的小姐 有整个幸福 你看看中国人 如果嫁来台湾 都嫁多了 越嫁越好 真的越嫁越好 本来人家一万块 现在两千五千 他就再找 对一个 冬更大的 再找他 每一次 他财产就变多了 变变 他回到中国 好生化到 所以台湾人就是 有这种的情况 台湾的经济 那真的老外造成的 他已经给你保护吗 不是 什么人给你保护 美军 第七舰队 台湾人会撤好 原因是什么 美军因为线了 所以开放市场 买台湾行善的东西 台湾人好 很努力 台湾人很勤劳 很打拼 所以才会打拼 No 丹兰阿里面的国家 印尼的人没打拼吗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大家民族 大家也很打拼 美军很打拼 但他们贪不赐 美国没有开放市场 实际市场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去靠中国 是都靠错边了 台湾就是要靠什么 靠美国 去跟美国要求开放 你要买我买啊 没关系啊 你也要买我的东西 那就好了嘛 政府官员现在 讨厌不想像想想中国 我跟你说 中国他没钱 本来就没钱了 你去跟他合作没有用 没有用 有钱的你不要去跟他合作 你不要去高雷农业 你本来就要吃台湾的香蕉 没有啦 全世界所有的香蕉最好吃 就是台湾的香蕉 你去外南种 没有台湾的好吃 真的啦 气候没不对啦 土壤也有关系啦 所以后一次 你会记得我们以前 要做香蕉王国 你会记得吗 南部那时候 如果种香蕉 大家都很好吃 怎么没去 后一次我们就要跟 日本政府说清楚 你一定要吃我的香蕉 两边合作啊 香蕉送去日本 免税 你若要买我电器用品 免税 但是那个计则我们要跟他说啊 工业产品来台湾 台湾的农产品去日本 后来日本跟台湾联合一个大国 从北海到开始一直到南海 我想到这样很美好 比中国更强 Command Wales 对 今天啦 所以现在台湾看 要怎么看 不是不可能 绝对会生 台湾你看 一个台湾 你自己很清楚嘛 他昨天有人说 哦 我在冰冬 热热的 你来到台湾 夭壮春十二度 一个台湾 像台湾这样 冬节西春 四季分明 冰冬很热的 阳光普照 来到台北这边 大梦 大到迷迷迷迷 但是大梦很奇怪 只有我们这个地区 没有梦 没有雾 我们这个地方是什么 我是 我是 不迷信 台湾告诉我 有过来告诉我 我们这是大鹏鸟的 穴地 这个大鹏鸟是什么 一生鸡啦 你不要 资生鸡啦 在买来啦 来 再来看 我看了这个 看了这个中国 这样我就爱笑你 你政治迷犯 我现在这段开始 开始笑了 你准备葡萄 不然会笑到你葡萄 听死 为了害怕中国人明白上述一切 美国的经济学家发明的GDP 概念麻醉中国人 GDP是什么 什么叫GDP 什么东西 国民生产总额啦 所得啦 就像当年给给给给俄罗斯 俄罗斯啊开出修克疗法的药方一样 很多中国学者津津热到GDP 客观上迷幻着国人的理智 是前不久 环球时报召开的未来十年中国发展研讨会上 号称中国最精英的一些学者就认为 2009年的中国的GDP会超过日本 再过十年 中国的GDP可能超过美国 那时中国就有说法的混量了 好来 接下来看 是真的没有历史尝试的奇谈怪论 我当时就笑谈质问 1840年的中国的GDP是世界三分之一 英国日不落国帝国的GDP才占了二十分之一 全部英国总加 欧洲总加起来 也比中国GDP少得很多 为什么中国不瓜分欧洲 而被欧洲瓜分呢 GDP 有效吗 有效 但是要看什么GDP 我看下去 这人说 这不是我说的 这他说的 真好 你要看 就是落到1894年的时候 中国GDP还是日本的九倍多 为什么中国不打败日本 收回琉球 反而被日本打败 丢了台湾 历史上GDP数量并不等于大国地位 为什么到了现在 反而成为大国的标志 现场哑雀无声 有人会问 美国和日本今天的GDP比中国大 为什么是大国 那是因为人家的GDP的构成是高科技 是信息产业 航天产业 航空产业 航海产业 大型机械制造业 生物产业和现代农业 这些产业 平时都具有世界扩张性 都可以暴力赚取世界的钱 暂时全部都可以转换为国家的军事实力 消灭敌国掠夺财富 中国呢 清代的GDP是茶叶 蚕丝 瓷器 现在的GDP主要是房地产 根本不能到世界上扩张赚人家的钱 只是能够剥削自己的民众 还帮着国家资本打劫自己人品的财富 其他如纺织品玩具英酒 通通都是低技术的东西 到外国赚的钱也是血汗钱 根本不能在战争时期转换为国防实力 你风险 你怕吗 中国的GDP有效吗 管理去抱包还是拍抱包 都财导的财务 那都不是财富 房地产 还有盖导的财务 所以 美国 日本的GDP 人的计算方法和中国的GDP 完全截然不同 所以现在中国 因为这批文章后 中国聖 本来他每一年都说的宝宝 每一年他今年全部 我不要爸爸 什么叫爸爸 就是每年要8%的up 要比今年要比股年 还跌8% 过去 每一年都是8% 因为现在这批文章出来了 他们看见 这人说的有力 现在没了 算聚你知道吗 聚了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 因为我们这个论述 你现在也要报 要保我们自己 支持我们这个论述 因为这个论述 冲在中国的理会 他的文章来说就是台湾 因为台湾 这个渐渐犯 中国也开始在研究 叫南京军区的司令员 带84的台湾的教育去研究战争法 叫武汉大学做助替 去研究战争法 所有冲出来的东西 和我研究一模一样 只有一个东西 它没有冲出来 台湾 我跟你说 如果其他都是同样 台湾也是一样 所以有很多学者 有十两百的学者已经 说什么 渔情 渔理 渔法 台湾已经跟中国没有关系 这些资料 我都已经有提到 也有看 但是我没有害到中国的学者 这些学者 这些东西 一定会给他北京的中央去看 所以 中国人已经开始没说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已经没说了 两三年没说了 过去当年也说 没一年没说了 现在没说了 不用啦 所以 你看 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东西 在台湾其他的地方 你都没有地方听 只有在这里有地方听到 再来 没关系 我可以疲到香味 看看我们满大街跑的汽车 有哪一种是完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国的大军舰 中国的主力战斗机 有哪种发动机是中国自己做的 战争打的是武器库里面的硬家伙 而不是国库里面的软金条和货币 中国现在构成GDP的东西 没有任何可以转化为现代网路战和太空战 空中战争能力的东西 只能提供国民小享受和某些贪官污吏 大享受的东西 最后 还要被外国人拿去 这样的没有自我保卫能力的GDP是什么 我看汉语拼音的翻译一下的形象 一下很形象 就是 狗的屁 GDP叫狗的屁 很厉害翻的 也可以翻译为啥 光弹袍 光弹袍 就是被人家夺完了 变成虫光弹被打着袍 我真的很喜欢戴序 我爱他 近代历史不就是这样吗 美国和日本 欧洲 俄罗斯的GDP是什么 可以用汉语翻译 工地炮 外国的都是工地炮 攻击地球的大炮 狗屁欲大炮 会有什么结果 傻瓜都知道 今天 中国的经济 有人说是春药经济 我看有几分道理 在春药激素的刺激下 中国长成了一个没有骨头的大胖子 我们错把重量当力量 把肥大当强大 起低啦 中国是美国你它吃啦 所以 日本人离开台湾的时候 我们说 狗跑掉了 谁进来 租进来 对这个 中间落地 没错 吃哪杯 让它抬了 我们在旁边等吃就好了 再来 除了这些经济发展的概念外 还有一些国内外的人 在说着很多的漂亮话 解除中国人的精神武装 这里我就要说第一个演讲的 门蒂斯先生 因为他发明了一个 中美国的G2概念 就是中国跟美国合作的概念 让不少中国人听了以后很受用 认为美国人终于把中国当成平等的歌了 至少是承认了中国的实力 前几年 左克利的说中国也是利益的修官方 不少人就很感动 可是 听了门蒂斯先生 关于G2的解释 我总是感觉不对劲 他说 中国人生产 美国人消费 中国人挣钱 美国人借钱 就是这个模式 说得很好 你什么人要去贪钱 我来借钱给我 我跟你说有一个概念 我如果欠一百块 是我的不对 但是我如果欠一千万 是你的不对 你听得到吗 我如果欠一百块 是我不对 但是我如果欠一千万 是你不对 香娘叫你叫我 我还不起嘛 你听得到吗 就是说这个 这人说得很好 夭壽 中国人 这根本就是让中国人当奴隶 让美国当老爷的模式嘛 凭什么中国人天生就要为美国人打工 我们自己不会消费吗 中国人真是真的是牛 吃的是草 挤出来是牛奶 还要端给美国人喝 为什么美国要借中国的钱 世界上有富人向穷人借钱的道理吗 好可笑 你没感觉吗 看在这儿我就很爱穿 我记得一副漫画 就是说 很爱穿 就是说 美国人开这些面子 中国人骑着脚踏车 开这些面子 开这些面子就会说 中国人说 对了 应该是那个 吃垃圾的人 跟那个开这些面子就会说 你要借钱吗 在美国有一个文版话 很好笑 中国人开吃垃圾 他们问说开这些面子就会说 你要借钱吗 我看在这儿外穿海 国金债券首席经济家金炎史先生 给我讲了个 他的导师索罗斯的故事 他说 这个七十多岁的美国大富翁 现在是怎么生活的呢 就是每一人 每一年啊 和一个不同种族的女人 发生一次恋爱 一年换一个 有协议很合法 再就是捐钱给美国的穷人 他这种消费财富的方式 其实就是今天美国 糟蹋世界 前的缩影 他通过了美国人的霸权 截取了世界的财富 这样的完全就是美国 借了中国钱的用法 这种的行动 我感觉你不一定看得懂 你不一定看得懂 但是你给他想象 你想象一下 中国人借的钱是怎么赠来的 每年的矿难 环境污染 辛苦的打工者 中国的钱都是带血的 但是美国借走的 就像索罗斯这样的玩 那美国怎么会还呢 我在这里要加上一个人的判断 并且愿意跟诸位打赌 你认为美国欠中国的钱 是永远不会再归还了 至少不会等值归还了 就像一块肉放进了狗的肚子 你怎么说还能整网 你给他给你吐出来呢 我们有些人会要求美国保证 我们的美元资产的安全 那不就等于跟那条狗说 你要保证我们那块肉的安全 狗一定会说 放心吧 你这种在我的肚子里很安全 喂 你还没有 但是我以下这个文章的人 一点很无可奈何 我没有骗 这什么人表演呢 美国的副总统去北京访问 你可以记得吗 几个月钱好吗 北京他们现在大学生说 你美国欠我那么多钱 你怎么办 被副总统告诉他 放心好了 我们会保护你这些 在乎的安全 跟狗有同样的意义 跟狗有同样的意义 同样 所以 美国欠那些钱有要紧吗 没有关系啦 后面如果你自己说美国什么欠张 我下来这些 等他去看 你自己去看 看后面那段就好 你看看 不够好笑 一些学者可能会校正 校正就是当真 你可以卖啊 但是你卖 它可以冻结啊 你如果要比如说冻结 你卖不了 卖少点可以吧 卖多了不行 它只是不断的借新的钱 还旧债 那都是你的钱在循环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它不断的还 可是实际上 它是在吃你的肉 可是在拉狗屎给你 因为它在通货膨胀 钱在贬值 它不可能真正的还肉给你 它怎么能够复得出来呢 我最初只是判断 美国不会缓 金岩石博士给我讲的另一个故事 证明了我的推论 有一天 巴菲特在一个经济学家和政治官员 参加的宴会上说 美国经济上的运转 就是靠不停的借钱 一个美国小孩一个问他说 巴菲特爷爷 你这辈子借的钱 将来是不是让我们去还 巴菲特说 孩子好好学习 让你的孙子替你还 那我们就看看 未来美国 未来美国孙子 是怎么还这笔千文数字的钱 而且 门蒂斯先生在演讲中 也回答了我们之前 对这个问题的质疑 他说 当初我们欠英国人的钱 我们把他打跑了 我们也欠过荷兰人的钱 我们也把他打跑了 现在我们也欠中国人的钱 本质上 这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八百万跟八千亿的区别 你哪有 要向你的钱 感觉自己贱一下 贱钱就好了 要向你什么钱 贱钱在自己 他的武器还可以消耗 一举好几个 所以我们台湾人 站到旁边看北修才好 马国书先生跟我说 这是他在开玩笑 可是我就是笑不出来 一个黑老大 黑老大意思说流氓 借了你的钱 他带着打手枪炮和狼狗 你一个干巴 干巴瘦的平民小老头 要不要跟他要 能要的回来吗 所以现在他关于 保护我们资产的承诺 在我听起来 就是放狗屁 这就是我们能指望的吗 所以要么是狗屁 要么是狗屎 你再不服 他还可以露出 带血的狗牙给你看看 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据说第一个发明G2的概念 的梅蒂斯先生 后来我查证了一下 好像不是他 这一次带来一本他的著作 贸易缔造和平 美国如何建造国际 建立国际新秩序 还在出见面的时候 我跟他提出 这个命题不对 贸易缔造过和平吗 做不可以不和平 美国日本和美国那时候 他们用舰队打破了日本的门房 跟中国门房 他要跟美国和 那个欧洲 要跟日本跟中国做生理 所以贸易不会带来和平 继续给你看 欧洲进行 进行地理大发现时 打的就是贸易的旗炮 不仅没有给殖民地带去和平 欧洲还展开了瓜分世界的第一次狂潮 欧洲的海军就是从海盗起家的 英国女航看到海盗的头子 德雷克直接抢夺西班牙的金银船 很眼熟就跟他合伙 所以受给他海军上将 还出船让德雷克打劫 所以两个人平分1840年英国的贸易 是给中国带来的鸦片就是战争 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世界 世界上打了500年的仗 没有一个地方的和平是给 是贸易造成的 美国是以贸易立国独立200多年 既没有给本国的印第安人带去和平 也没有给邻国墨西哥带去和平 美国的崛起是以向西班牙开战为标志的 各位 美国本来几周 十三周 在扩张拖了 看到现在几周 五十周 当然美国有宣布说 他以后他不会再扩张领土 所以波罗尼克一直要变成五十一周 美国一直没有同意 所以有一些推压民的说 台湾人投票就会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周 有可能 只不如说我们家里投票 我们就会变成王永庆的家族 同样的意思嘛 你听得到吗 你台湾人投票 要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周 就自己投票 变成王永庆的家族 同样 有可能 所以五十一周是骗人的 你以后看不 很简单嘛 普通而已 普通的 会 相信嘛 所以有人 将我们把他归类为五十一周 夭壽啊 我们从来没有说 我们台湾会变成五十一周 不可能 那里有瑞典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中心 所发表的权威数据 冷战以前 美国平均2.4年打一仗 冷战后至今 美国平均1.4年打一仗 就说和中国吧 以前的不说 改革开放以后 双方的贸易进行了三十多年 美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当然 双方没有打仗 可是美国建筑了 一条对中国的包围圈 美国人幽默的说 美国人 中国人卖给我们有毒的玩具 但 我们卖给他们有毒的债券 说得有得好耶 我真的很喜欢耶 债券 中国人买去美国有毒的玩具 美国卖给中国人有毒的债券 因为都没回来嘛 美国一方面 用尽心机 让中国买他的有毒的垃圾债券 同时又不遗余的对中国进行大战略层面的软进攻 9月9日美国宣布 美国宣布 对中国钢管 征收 惩罚性关税 三天以后 又宣布 对中国轮胎 加 惩罚性的关税 中国 一天以后展开报复 调查美国的汽车 和肉鸡的反倾销 贸易战开始 日本产经新闻13号说 鸡兔脆弱性暴露无疑 又过了一天 14号 欧巴马派他的高级助手 到达南萨拉秘语达赖 美国开始耍赖 用支持中国恐怖分子的方法 压中国在贸易上让步 如果说小布希在伊朗和朝鲜 目前露出的只是指老虎的原形的话 那么欧巴马在中国人面前所露出的就是笑面虎的原形 这就是美国的学者 梅蒂斯先生所说的G2 前几天 梅蒂斯说我是冷战思维 还说美国跟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战争 毛泽东选集里面的一篇文章说 是毛泽东凭美国排皮书的 毛泽东从18400算起 说美国去列中国的历史可以编成一本教科书 我问他我问他朝鲜战争算不算 门蒂斯说那不是美国 那是联合国和中国打 这是历史 现在中国不能用毛泽东时代的话体现他的说 他的说话 那我们谈未来 如果美国真想和中国贸易缔造和平的话 能不能 能不能不和日本搞针对中国的演习 能不能不支持台独 能不能不支持达赖和热比亚 能不能在南海问题上建立暗中针对中国的政治跟军事同盟 能不能不跟印度合谋算计中国 他说的真正美国大行都做 一样都没有少 我知道我这样是在与虎谋谋皮 让美国放弃他的世界大战略 美国会听吗 所以我认为门蒂斯贸易 贸易缔造和平的说法 立得住应该加上公正两制 不过这也很困难 美国总是开着航空母舰和战斗机轰炸机去做生意 就像当年英国开着蒸汽机军舰一样做生意 他愿意公正吗 我这世人讨论很多门蒂斯 也讨论很多门蒂斯 我跟他说这批门蒂斯贸表较好 因为他写这批门蒂斯的心态 无可奈何 我说他写这批门蒂斯贸主席的下落是什么 我跟你说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中国阿伯姨佩虎 要是小孩你给我写这个 我中国后面不用站起来 让台湾人都知道还要什么 一种就是说他去中国修起来 让他去做研究员 到底是多少我现在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还没多久 这个美国CIA会告诉我他的下落 但是这批门蒂斯呢 是CIA亲自交给我 他说你要做上课的教材 我感觉就问给你了 担一次给你听 你自己看 这样中国你有在怕吗 有吗 根本不用怕 那两个人会见证吗 也不会 不是啦 不要再骗了 不要再骗了 后面有人说中国很强 等会 你自己去讨 待会去电脑上去查这个人 有这个人啊 不是假的 还有演讲啊 但是 撒作文章出来 这是CIA帝经理出来 因为 这人 他军风的入定 他这人绝对是在空军里面 战略 的位阶一定是尽管 所以他才会拿到这么多资料 他才会 这么多资料 他才会 这人 是不一样的思考 不一样的思维 我们台湾民政府 也需要 有这种思维的人 来骗出来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要鼓励我们各位 我们不能看显然自己 但是 我们一定会做 比任何中国人 在台湾做的 比英国更好 因为 我们说起来 我们有很好的本质 参与一日的时候 日本人 虽然大地人海啸 但是 日本人 在社会上面 还按照顺序来 高速公路 都排队 没人手 没人互买手 没有 一个都没有 7-11 排队 香港要死了 他也排队 甚至有人 因为排队 要咬死去 他甘愿自己咬死 他不想插队 你有欣赏日本人这样吗 有 但是你不用欣赏 我们也同样 1945年 8月15日 逃行以后 在中国军队 还没进来 线粮的依情 六十几天的台湾人 是没有政府 但是台湾人 非常守秩序 犯罪率是零 全社也怕 文献来的也有生 他们说 哇 你们这些日本台湾人 真的是世界的楷模 虽然是建树 你看日本人 他要撤退前 前军的借荷 也许 冠东军 到洛北 钓两树来台湾 本来要跟美国前 但是路边 美国没定力 去定路 琉球 所以 当年日本兵 要撤退的时候 是制服整齐 这样来理会台湾 当年人眼睛看到了 但是中国兵在买台湾是什么 去吃兵 到基隆高雄的码头的时候 不敢下来 日本的兵站起来 在那里他反映 在映摘 不敢下来 是美国人在卡层屁 他在这下来 下来的第一天 社会就发生抽脚 中国兵做的 当年我们台湾的水准 是比中国有够多 比喻你也要听话 看到水龙头 说他去买水龙头 拌就把它弄下去 插下去 没水 去打 你不敢嫁 水龙头有水 我的水都给哪里没水 这就是鱼 这就是鱼 我告诉你 我们就有水 让中华民国来占 但是不用烦恼 台湾民政府 我跟你说 不用多久 会担任台湾出头天 你有欢迎吗 有 今天上课到这里 谢谢 台湾 是 因为